然后呢 它有干喷和丝喷的区别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 什么叫干喷 把所有的砂石水泥用搅拌机搅拌 再加上油外加剂 用喷色机 有一定的喷色压力 用软管喷到喷嘴的地方 这是干料 干料以后再加水 然后混合以后喷到这个墙上去 这个叫干喷 所以这个干喷的话 应该说如果你混合不均匀的话 它的这个粉尘 应该是比较大的 回弹呢 应该也是比较高的 应该是这样 这个呢 就是干喷 相对应来讲 还有一种呢 叫湿喷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图 它是把水 先在搅拌机里面直接浇好了 然后把喷色机喷到外面 外面喷了压热空气 再加树凝剂的 这个呢 叫湿喷 相对来讲 它的回弹和这个 它的粉尘应该会比较低 比较这个低 大家注意这个要求 我们来看这个相关的内容 你看这个干喷 就是它的一个要求 湿喷 那么大家看 这两种方法的比较 干式喷射设备简单 价格低 能进行远距离压送 因为压的这个东西没有水 一加入竖凝剂 喷水脉冲性仰小 但施工的粉尘多 回弹比较严重 说干喷比较差的 这地方回弹严重 它的粉尘比较大 想都能想明白的 对吧 但是我们书上在讲后面的这些内容的时候 讲的基本上都是讲的是干喷 这个我们书上没讲清楚 我给你画一个这个点 都是讲的前面 这个干喷 也就是说 我们里面呢 都是干的 再加上这个喷射机 喷射到这个喷水处加水 所以这里面就有个问题 就是如果我要把这个水 加进去的话 而且还要整够喷到墙上去 这个水压呢 要大一些 它比这个喷射处的这个风压 要小一些 这样的话水压才能加进去 否则你就加不进去嘛 对吧 这个大家一定要弄清楚 水压要比工作的风压要大一点 所以我们看后面的这些相关的一些 呃 知识点 首先工作风压 输送距离变化越长 输送那个增加的压力应该越大 这个数字呢 你简单看一下能计多少计多少 当输送距离变化的时候 水平输送的距离每增加100米 工作风压提高0.08到0.10 水线向下 每增加100米提高的稍微少一点 0.05到0.07 垂直向上 这地方就不是每100米了 是每10米 要增加0.02到0.03兆 当然如果考这种题目 那是没细唱的 因为都记不住 而且呢 我们要求喷水处的水压 一般呢 要比工作的风压大 0.10兆发左右为一 这是我们连着好几年 都考了同样的这个知识点 所以大家这一块 要尽量的多看看 那么我们一次喷射的厚度呢 不能太厚 还不能太薄 因为什么呢 要恰当 包括分层 喷射的时间间隔 也是一样 一般每两到三层进行分层 分射 分两到三层进行喷射 一般常温下15到20度 采用红星一型 竖凝机的时候 在5到10分钟后 进行下一侧的喷射 采用泰山纳的时候 在30分钟后再喷射 而且呢 很多的参数 都是有个最佳参数 喷射的厚度 太厚和太薄都不行 太厚也不行 太薄也不行 那么喷头和周约面的距离 最佳是1米 太近了和太远了不行 这个因为是干喷嘛 所以它原来的砂石 里边的含水量 要在5%到7%之间 骨料在使用前 要提前8小时洒水 骨料的含水力 一般在5%到7%为宜 小于4%不好 大于8%也不好 所以它里面有很多数据 都有个最佳的那个数据 然后有些情况下 我们还要做毛杆 毛杆的话 大家一定要注意 它首先呢 我这个毛杆 现在有的要打孔 打完孔以后呢 把那个毛杆打到孔里面去 这一块呢 是毛杆里边有空心 可以往外注浆 把这个 这个给它固定住的 这样的话 毛杆有固定端和自由端的一些区别 但因为孔比较大 毛杆比较小 所以毛杆呢 中间呢 会有一些这个定位的 这个卡 就是那个保护身厚度 那个定位的那个卡片一样 卡片把它卡住的 那么这里面要弄清楚啊 这是毛杆的这个施工 包括毛鼠的施工 那么毛杆的话 它一般是垂直于 它的工作面啊 你看这个 毛杆的步子 在拱圈处 毛杆的间距要小 在边墙处 毛杆的间距大 就是你边墙上 它一般是在下面啊 问题不大 就是我们画一下这个点的话 这一块呢 毛杆的量要少一些 这边呢 可能往上面 毛杆的量要密一些 大概这样 毛杆的方向为垂直隧道 开发轮廓线 这个大家都很清楚啊 垂直于开发的轮廓线 也保证我们对岩石的一个 毛固的相关的作用 那么毛杆的类型呢 有这么几类 一个呢 叫普通的水泥沙江毛杆 第二个 沼墙使泥沙江毛杆 第三个是风管式摩擦毛杆 最后一个杖鞘石内毛头 御营丽毛索 这个御营丽毛索有特点 我们看它的范围 常用于中等以上的威延 常用于高边坡大坝 以及在大跨度的地下的隧道的 洞室的抢修和加固之户 把这个稍微记住 毛杆用到几种类型 这个怎么回事 另外呢 还有一个是这个后面啊 沼墙的这个东西 里边有个东西啊 普通的有普通水泥沙江 沼墙的是沼墙来做的啊 它是有什么 你看这个 沼墙水泥沙江毛杆 与普通水泥沙江毛杆 基本相同 不同的是沼墙水泥沙江的焦粘剂 焦粘剂 解的是硫酸铝盐的 沼墙型或者是二型的 沼墙剂和水来组成的 这里边还有一个什么呢 就是沼墙里边有一个点 我们稍微来搞一下 它这里边讲的是一个是吧 快硬水泥卷 沼墙药包的内毛头毛杆 是以快硬水泥卷或沼墙的沙江卷 或树枝卷作为内毛骨鸡的内毛头固定 啥玩意儿 大家注意 这个里面呢 装的是这个沼墙的这个水泥 它在用之前呢 这个东西呢 要在前面后面搓一个洞 然后把它放在这个水桶里边 给它浸泡 放在水桶里边泡 干什么呢 要浸水 浸泡完了以后呢 再塞到这个地方去 塞到这个钻好的这个毛杆的孔里边去 因为原来正常的毛杆 是把毛杆打进去以后 从毛杆的这个端部 那个筑浆 筑浆以后呢 这边浆液出来来凝固 它呢 是直接把这个作为浇凝材料 放在里面去 所以呢 这个毛杆 这个药卷的这个直径 要比这个口打孔的这个径 要小啊 小多少啊 数上20个毫米 类似这个意思 然后呢 我把它放进去以后 它又泡满水 又吸饱水了 把它放进去 然后呢 毛杆进来 把它刺破 然后呢 一拧 就把它们毛固在一起了 这是呢 找墙 药包 内包头毛杆 它和我做完毛杆以后 在筑浆 它的工艺是 简化了很多 而且呢 如果质量有保证的话 也没问题啊 快应水泥卷 所以我们快应水泥卷呢 对这个毛固的质量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它要求它的水泥卷的直径 要比这个孔的直径要少一些 它的长度要满足要求 不能透过减量 它的里边的装填的密实度质量G 这是要搞清楚的啊 一个是D 一个是L 一个是G 这个都是它的快应水泥卷的三个参数 你只好了解这是咋回事 里边那些具体的参数 我们不要求大家来记 因为考试考出来以后呢 反正你也记不住啊 所以我们再来60分角度去考虑 大家把这些了解住 基本上就是差不多了 看几个题目 关于这个隧道的里边 主要是考隧道的这个开挖 考的多一些 知乎的话也会有 但是呢 都是考的数字体 都是大家背不下来的数字体 所以那个我们就可以把它放弃掉 如果从策略上去讲究的话 那么看这个土藤当中的地下工程施工 常用的方法有什么 那么尘管呢是在水里边的 绝境基是在岩石里边的 天井钻是在岩石里边的 对购法又是在土又是在水 第二连异强没有 但是也得选 为什么多选题 只能是至少选两个 至少选两个 那么2013年 使用于深埋的岩石的长隧洞的施工 长 那说你 但它选项里边没有 选项里边如果有这个转爆法施工 那也对 我是藏着 藏着这个 这个隧道岩石里边的 那就是TBM了 转爆法也不能用啊 如果它选项里边有个转爆法 它是有一定的迷惑性的 但是这个没有 所以就很简单 就选这个东西就可以 那么采用顿购施工技术修建地下隧道 选择顿购工法应该考虑的问题 就是顿购机的种类和合理的辅助的工法 最重要啊 这是最重要的问题 隧道的工程施工的通风方式 是押入式的送风 押入式 而且还要收纳 因为什么 要爆破的时候 要把它给拿开 否则容易爆破的时候给震坏 所以呢 虽然是押入式里面 我们一定是塑料的 而不应该用钢管的 钢管就没办法这个撤下来 就是把它收回来 和再给它安上去 它不是特别的这个方便 关于隧道工程采用绝禁机施工 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A 全断面绝禁机的突出的优点 可实现一次成型 这个应该是对的吧 那么独臂转是用于违延不稳定的 不稳定的容易把它给压坏 不行 天井转呢 是沿着导向口从上往下 从下往上转进 但是对购的决机 主要用于有软弱的违延 不是特别完整 特别完整的 再加个对购就浪费了 所以这个应该是选这个A 选这个A 那么 地下工程喷射混凝土施工 正确的供应要求 喷射这些区域的宽度 以1.5到2米为宜 喷射的顺序呢 是先喷墙 后喷拱 那么 喷管的封压 会随着水平输出的距离大 而提高 工作封压常常比水压大 水压要大于工作封压 否则你进不去 为了减少僵业浪费 一次推舍的厚度 不宜太后 这个不宜太后的话 应该不会僵业反弹吧 太后的话可能容易反弹 总而言之呢 这个地方你记不住 太后太薄的 管他太后和什么老佛爷的 不管他 选三个够了 ABC 如果呢 因为太薄容易回弹 太后呢 容易下坠或流淌 所以为了减少经营浪费 一次破厚度不能太薄 太薄的话容易回弹 太薄的话容易回弹 有容易浪费吧 不是太后的问题 这是这种指示点 那么去年 关于隧道工程 喷射混凝土之户 下来说法定的是 拱形断面隧道开发后 先喷墙后喷拱 那么从墙顶喷到墙角 错 对吧 这个湿喷 骨料回弹比干喷大 干喷法比湿喷法粉尘少 正好这两个都反了 就是干喷是回弹量大 和粉尘多 干喷 所以C和D都多 都错 分拱去沿轴线 由前向后 这个是没问题的 因为多选你至少选两个 所以这个要选A和E 要选A和E 那么下列 关于找墙 水泥沙浆 毛杆 施工说法 正确的是 快应水泥卷 在使用前 需要用清水浸泡 找墙药包 使用水 严禁于水 接受 没有水 我没办法反应 不对 那么找墙药包的 主要作用是 风度 孔孔 毛固 快应水泥卷的直径 要比钻孔的直径大 你比钻孔的直径大 我扔不进去 所以必须是小 所以这个东西 只要你能理解了 这个东西是 非常简单的一个事情 然后我们再看 整个的第三节的 第四个问题 叫地下工程的 特殊的施工技术 那么前面那些 我们不强调了 看这个第一个 叫长距离顶管的技术 它是一个 非开挖的施工技术 用这个液压的 这个千斤顶 把这个管道顶过去 顶的过程当中 它切土人为的 把这个土运出来 然后往前走 是非开挖的 所以长距离是超100米 主要的这个顶管 包括前端的 这个工具管 和后部的顶进设备 和出泥与气压设备 还有通风照明设施 工具管 是长距离顶管的 关键设备 实际上就是 前面顶进的那个东西 它安装在管段的 这个前端 作用是定向 纠偏 防止塌方和出泥 等等一些东西 那么这个顶管 顶到后面 你看这是我们现在 这个C图 这是出泥和气压设备 出泥这个东西 它的这个前面 这是顶铁 这是这个顶的那个管道 它的相关的一些东西 这个长距离顶管 在地下往下开挖 它出现的问题是 有三个问题 顶的时间长了以后 顶力不够了 方向偏了 正面塌方了 怎么解决 顶力问题和它每一个 所采用的这个方法 我们不一样 顶力呢 我们可以采用润滑剂 减阻和中继接力 这个就是相当于 中继接力的这个技术 那么这里面大家注意 它对应的解决的那个措施 我们把后面那个1235的说法 拿下来 它对应的措施是触变 泥江减阻和中继接力顶进 方向控制解决的方法 第一个是穿墙 第二个揪片和导向 直指正面塌方呢 采用的是局部气压 在深层顶管当中 直指塌方实际上是 制服地下水的问题 就是你把这个问题和它的具体的解决 测试给它一一对应清楚就可以了 我们具体的就不再去展开去聊这个问题 还有一个呢 叫气动夯管锤铺管 什么叫气动夯管锤 原来那个顶管 我们往前看 顶管呢 我顶进的时候用的是液压的千金顶 是比较柔和的绵软的这个力 是个持续的不断的力 但是你这个气动夯管锤是 咚咚咚的敲击的力量 所以它这个地方一敲击 是夯击的力量 一个呢 力量大 缺点呢 就容易把这个管子给弄坏 所以这个管子的这个材质 要求必须是钢管 或者是把这个材料 放在这个钢套管里面 才能够去夯击 这是它的第一个缺点 第二个缺点呢 因为你冲击的力量大 土壤的反动力也大 它的这个夯击的这个距离 比较短 比较短啊 就是长度会比较短一些 短到什么程度呢 是这个管的直径的十分之一 管的直径的十分之一 假设你这个管的直径是900毫米 我们不要单位 900毫米的十分之一 这个这个它的所谓的 我们讲的转 这个夯击机器的长度 不能超过90米 就去掉单位 900毫米的十分 900毫米 900的十分之一 不超过90米 把这两个点搞清楚 其他都是优点 就气动汉管锤 它的优点 除了严惩以外 地层实用范围广 汉管锤呢 适合比较短的管道的铺设 不管长度 按照管道直径来算 除以10 就得到它的汉件的长度 对 不管材料要求 必须是钢管 或者是钢套管 就是它的缺点 投资和施工成本低 你只要是不开挖的 它的成本应该都会 还算是比较低的 这是气动汉管锤 还有一个呢 叫导向转进法 还有一个呢 叫导向转进法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事情 导向转进法 是一个什么问题 我们来看看这个 首先 它是这样 先做一个导向孔 从这个沿河到地面 然后呢 开始扩孔 用这个扩孔的这个设备 扩一次 不行 再扩一次 扩到最后 再把这个管子 拉过来就可以 所以呢 这个地方呢 导向转进法 施工的一些 最基本的原理 就是它采用这个 转头的时候 只要跟我们汽车 爬坡的道理是一样的 你这个坡度越斗 你这个扭矩 应该是越大 你这个挡的那个挡 应该是越低 应该是这样一个问题 所以如果这个土越硬 我用的那个扩孔 这个钻头 应该是越小 孔越 这个土越松软 可以用的 孔越大一点 就是我们讲的 土字越软 用到的钻头的尺寸越大 土字越硬 用到钻头的尺寸 应该是越小 这是它的一个 大概的一个思路 了解了就行了 很多东西 那么当然还有这个沉井 沉井的话 我们在这个基础工程也会用 沉井它的施工工序呢 首先是车辆放线 开挖机坑 搭设工作台 铺设电程 电程的话 一般用沙电程 不小于0.6米 铺设电墓 沉电墓 沉井制作 抽取电墓 挖土下沉 封底回填和胶住 其他部分的结构 就是我们沉井 是靠这个刃角切土下沉的 但是我们照这个沉井的时候呢 要保护这个刃角 所以我们在沉井上面 要先铺 我们应该有这个 后面应该有类似的这个图 先铺一个沙电程 这个沙电程上面 我们再铺这个电墓 这个电墓呢 是保护韧角的 然后电墓上面 我们再去照这个沉井 照完以后呢 在沉井下沉的时候 先把这个电墓 对称的给它抽掉 让这个沉井的韧角 落在这个沙电程里面 然后再慢慢的挖 沙挖土下沉 通过这个控制这个土的 挖的这个量的大小 来纠正沉井的下沉的 具体的这个位置 这是沉井施工的一个 基本的一个要求 但是呢 它在下沉的时候 有排水挖土和 不排水挖土 很明显 如果我沉井里面没水 那是最好的 我施工的时候方便嘛 所以什么时候 可以排水挖土下沉 当沉井穿过的土层的 透水性差 油水量不大 排水时不至产生流沙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排水挖土下沉 那么否则 就是不能排水 大家注意这个问题 不排水的话 就是什么呢 沉井穿过的土层当中 有比较厚的压沙土和粉沙土 地下水丰富 土层不太稳定 有产生流沙的可能性 沉井就不能排水 不光不能排水 如果这个井外的这个地下水位 在这个地方 那么井内的地下水位呢 要比它还要高 一到两米 干什么呢 以防流沙 什么时候排水挖土下沉 什么时候不排水挖土下沉 这个要去分口 然后呢 这个沉井最后呢 要封底 就底下用混凝土把它封 让它不用再下沉了 那么这个地方 我们有这个垫幕 有这个刃角 有这个相关的一些东西 我们要把它搞清楚 这次呢 就是排水和不排水的区别 当八小时内的下沉量 小于等于十个毫米的时候 我们才能够封底 封底呢 我们分为干封底和湿封底两种啊 就是水下浇混凝土 还是没水下浇着混凝土 这个东西 什么时候 封底八小时内下沉量啊 小于等于十个毫米的时候 我们可以来进行 然后呢 还有其他的一些非开挖的技术啊 我们的气动夯管锤铺管法 或者是导向转进法 都属于非开挖的 一般都用于九百毫米以下的管线的铺设 还有什么冲击毛油压夯管锤法 和水平螺旋转进法和滚压极度法 和微型隧道法 这种特写呢 都是啊 我们的非开挖的施工的一些方法啊 这块呢 就是特殊的施工方法 考的不是特别多 最近几年当中呢 考过的都是呃 沉井啊 考过的沉井 当然你沉井下沉的时候 如果歪斜了 我们通过调整这个挖土的这个深浅 来可以纠正它的角度的 这个就不再去讲了 书上都有 看几个题目 地下长距离顶管工程 需要解决的关键的基础问题是什么 就是顶力不够的问题 方向控制的问题 正面塌方的问题啊 这是非常清晰的知识点 沉井的排水挖土下沉法 适用于什么 排水挖土下沉 适用于排水时 溶水量什么 小 地下水不丰富 脱水性差 排水时不至产生流沙的时候 可以用这个方法 采用沉井施工 当沉井中心线与设计中心线不重合 通常采取的这个 纠偏的措施是什么 那么我们沉井在下沉的时候 假设对吧 它是这样 是中心线 如果这个中心线在这边 那你要调整 通过不断的倾斜 先让沉井倾斜到这边来 然后再反过来倾斜 倾斜到这个地方去 这个有点类似于什么 我们车方停车的时候 对吧 你这个车是这样开的 但是这个停车位置在这个地方 那你一定要三把方向 第一把方向把它转过去 第二把方向 把这个车辆摆正 第三把身上 把这个你的那个 所谓的那个轮胎 在摆中 就一样 就你开车的时候 怎么车方停车 三把方向 一样 所以我们中心 曾经调整的时候 可能这边来调整 你不能从外面 从外面就破坏了 它的这个 这个承载力的 相关的这个条件 通过中心线两侧 挖图来进行调整 它的这个具体的 下沉的方向 就可以啊 这边我们有这种图形 你可以去考虑一下 相关的一些事情 那么地下管线工程施工 采用呢 造价比较低 进度比较快 非开挖的施工技术 管线啊 这个气压室 冷冻 长距离 气压室 都是呢 地下管线开挖的一种 非开挖的施工的一些方式 这个都还是比较简单的啊 整个的关于第四章 它的内容是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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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 体量呢 虽然也不少 但是呢 它的这个 每一页的含金量会比较低 但是绝大部分 如果我们讲 它不考这个数字的体 只考概念理解体的话 按照我们这种精讲班的复习 应该是足够了啊 理解为主 这是我们第四章 大概就讲这些 谢谢观看